失眠已是现代文明病根据健保署资料 2021年因睡眠困扰就诊人数有441万人 平均每5人就有1人因睡眠问题就医 台湾2021年共开出10.5一颗安眠药 堪称亚洲第一 以下营养师分享怎么吃可以帮助改善睡眠品质 从童年到老年 不同年龄层失眠原因大不相同 鼠羊鼠到天亮是不少人都有过的经验 营养师陈玉涵表示 失眠也非成人专属 根据国外的调查发现 无论是学龄前 后儿童或青少年失眠的比例可不输给成年人 因此失眠的问题 无论老少都值得关注 适当的药物使用可以帮助改善失眠问题 然而若要从根本改善 就要进一步厘清失眠的原因 不同年龄层所遭遇的失眠原因可能都不太相同 陈玉涵大致整理如下 儿童或青少年失眠可能原因 需要特定状况才能入睡 如父母陪睡 特定安抚玩偶 课业或升学靠市所引起的压力 过度使用3C产品 药物影响 如过动症药物 摄取含咖啡因的食物或饮品 过度偏食 营养摄取不足 成年人可能原因 压力过大 如工作 经济 家庭等因素 荷尔蒙失衡 更年期 外食 不正常用餐导致营养不均衡 营发足失眠可能原因 慢性疾病影响睡眠品质 老化导致浅眠 心理因素 如 焦虑 忧郁 怎么吃可以帮助改善睡眠品质 而针对饮食部分 过去有研究指出 每天吃不到五份水果和蔬菜的人 失眠问题的比例较高 睡眠健康期刊发表的文献指出 增加蔬菜和水果的摄取量 有助于改善睡眠 既然多摄取蔬果好处多 也有助于睡眠改善 陈玉涵推荐一下五种耗棉蔬果 一 香蕉 褪黑激素是体内调节睡眠的重要荷尔蒙 其原料为色胺酸 香蕉富含酸酸 维生素B6和酶等营养素 有助于身体制造褪黑激素 二 巴勒 压力状态下 身体会分泌肾上腺素 并大量消耗体内的维生素C 同时影响睡眠品质 维生素C有助于减压 可多吃富含维生素C的水果 如巴勒即是维生素含量相当高的水果 另外 像是木瓜 奇异果亦富含维生素C 三 深绿蔬菜 含有丰富的叶酸 缺乏叶酸将导致血清素合成降低 引发忧郁及精神疾病 同时亦会进一步影响褪黑激素制造 富含叶酸的食物如菠菜 花叶菜 青江菜 芦笋 韭菜等 此外 绿色蔬菜富含铭 可以帮助放松 更好入睡 四 红萝卜 饮食中若缺乏Alpha胡萝卜素 可能与睡眠障碍有关 当摄取足够Alpha胡萝卜素 有助于延长睡眠时间 红萝卜可是最佳的Alpha胡萝卜素来源 南瓜也是不错的选择 五 香菇 当体内缺乏维生素D时 会引起诸多睡眠问题 像是失眠 整体睡眠品质差 影响睡眠时间长短等 而蔬果中的香菇 特别是经前造过的香菇 维生素D含量较高 可作为蔬食来源 陈玉涵也提醒 每种食物所含的营养素 种类不尽相同 建议以均衡饮食为主 此外 每个人所经历的生活 环境 压力 或者饮食社区 都可能是造成失眠成因 如果有失眠问题 应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 才能尽快找回一较好眠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